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司法解释 重拳打击网络犯罪明确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入罪标准 10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发布会 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解释中规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具有假冒国家机关金融机构名义 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的或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等情形 均属于情节严重即可入罪 我们的解释呢这个针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也设置了比较低的入罪的门槛 比如说你这个假冒国家机关或者是金融机构 这个还明显的那你就是要这个进行一些不法的活动 只要你设立这样的网站那么就会构成犯罪 打早打小 此次发布的解释共19条 对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等10个方面进行了明确 此解释将于2019年11月1号起施行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共同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这次发布会发布的内容呢 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这一制度 这也是一项重大的司法制度改革 对提升诉讼效率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指导意见的发布呢 将确保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有效的实施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主要包括基本原则 适用范围 适用条件等13项内容 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 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 司法部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 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近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组建一周年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在云南昆明举行 10月25号由中宣部新闻局和应急管理部 新闻宣传司共同组织的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组建一周年宣传活动仪式 在云南昆明启动 活动将深入宣传应急管理系统 特别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一年来的奋斗历程 先进事迹及感人故事 展现消防救援队伍的崭新风貌 目前近20万名消防官兵完成转例 首次招收的1.4万余名消防员 已经入职培训 第二批消防员正在招收 一年来全国消防救援队伍 完成多次重大抢险救灾任务 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做出贡献 今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共同制作的 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系列节目 守护明天制作完成 10月27日 节目的首应式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 守护明天 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法治禁校园 全国巡讲活动基础上 创办的一档 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系列节目 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体现普法责任的落实 创新已按释法的成果 自2017年第一季播出以来 受到了广大观众 尤其是家长和师生的 高度肯定和欢迎 两百余名家长 学生 媒体代表 参加了本次首应活动 主要把这些省台 一直以来 把做好法治宣传 做好未知年人保护宣传 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 积极营造 关心呵护 新年青少年儿童成长的 变好风银 守护明天 就是这样一档 为保护未成年人发生的 优秀节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张军 出席首应试并致辞 他指出 守护明天 是国家媒体和司法机关 共同担负 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 具体体现 第三季以安全为主线 从家庭 学校 社会 网络 司法等方面 聚焦未成年人保护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 介绍党会国家 关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和犯罪预防的一些 接续的政策举措 节目的利益 内容和水准 又有新的提升 守护明天第三季 将继续回应社会关切话题 聚焦当下最前沿 最受关注的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问题 震慑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为保护孩子发声 节目将于10月28号 18点55分起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社会语法频道播出 接下来有请陆陈 为我们带来今日热度榜 您所关心的 就是我们关注的 一起来看看 有哪些热点事件 登上了今天的榜单 排在首位的是 密码法表决通过 10月26日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 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密码法旨在规范密码应用和管理 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 是我国密码领域的 综合性基础性法律 那排在第二位的是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 正式对外开放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空口岸 10月25日通过国家验收 正式对外开放 10月27日零时期 9家航空公司部分航班 将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转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营 那排在第三位的是 交通运输部要求减少地铁火车站 重复安检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管理办法 要求与火车站 机场等相衔接的车站 因为安检 护认提供便利 以减少重复安检 提高通行效率 那对此呢 网友也表达了观点 有的网友就说 这样确实可以节约时间 也避免拥堵 但也有网友说 安检严可以理解 减少重复安检 也需堵住漏洞 那以上就是 今日热度榜的全部内容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向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来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二维码 参与互动 您的观点将有可能 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 接下来进入今日聚焦 下面我们来聚焦 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修订 10月26日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4次会议举行分组审议 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 本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的一大特点 就是对未成年人偏偿行为 进行了分级预防 细化矫正的措施 有委员和代表提出 这个理念很好 但是要注意其程度的区分 比如多次放课逃学 无故夜不归宿离家出走 我建议不要加这种程度上的界定 因为你在前面把不良行为 已经加了个多次 那么也就是十次也是多次 三次也是多次 那么到后面的情节严重 对于学校要认定这个情节严重 可能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针对如何解决未成年人发生 严重不良甚至犯罪行为后 由于年龄原因 不与相应的治安管理处罚的问题 尽管草案第四章中 已经规定了公安机关 可以采取的跟进矫制措施 但是有不少委员和代表认为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出现的新特点 法律定罪和量刑的力度应加大 目前应该说未成年人犯罪 呈现年龄提前 而且恶性案件较多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些家长和孩子 钻了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清 或不入行的控制 肆意妄为 也有观点认为 鉴于未成年人身份的特殊 对言行重点应该谨慎 有委员表示 如果不看个案 而看统计数据的话 80%的未成年人犯罪 是激情犯罪 没有预谋 80%的未成年人犯罪 是团伙犯罪 一定要看到未成年人犯罪 他的极端特殊性 就是他的主观恶性 远远小于成年人 再一个呢 未成年人犯罪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不同于成年人的 他改好的可能性 远远高于成年人 我觉得对于建立专门的 角质机构要很谨慎 因为你进入了教育 专门角质学校的话 好像这些孩子 就是被制定有罪了 那么如果很少量 被定义为有罪 我认为也应该 因为他的行为 可能是很严重 但如果我们的比例 达到一定的时候 会变成社会不可存在的重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 法律修订到底应重 还是该清 有观点认为 因本着保护和预防 犯罪相结合的前提 是其行为考虑与刑法 等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 有观点认为 应该对刑法进行延伸修改 设立未成年人专章 通过教育矫制惩罚 未成年人专门体系建设 接下来关于防范 未成年人犯罪的话题 也是大家一直热议的焦点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也看到 参与修订审议的 全国人大代表和委员们 他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没错的 有些代表委员认为 定罪和量刑的力度应该加大 但是有的代表委员则认为 针对未成年人的言行重点 还是需要谨慎的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程立更 程老师您好 您好 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我们为什么对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现在如此的关注 其实是因为 给我们在现代 有一些新的情况 新的特点的产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重点在预防 所以会对这些 有些不良习惯的 未成年人进行及早的 干预和教育以及教治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好的理念 但是有一些恶性的 或者说有非常不好 影响的一些这样的犯罪 那么也应该加大 对他的惩处和教育 这样才会使这些未成年人 和他们的家庭引起重视 给他们与震慑的力量 如何做好平衡 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而这个当中更关注的 应该是对未成年的 教育和教治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更专业的 更人性的 全方面的对他们 进行教育和教治 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咱们来去细化 如果是简单的 或者像以往的 一般的劳教和 进入公读学校 相当于又给他贴上了一个 坏孩子 或者是坏孩子 这样一个标签 如何解决 其实我们还会知道 在这次法律修订当中 未成年人保护法 也是一并修订的 所以对于这些未成年人 保护和对他们的预防 是关键 这个理念贯彻始终 才能解决好这样的问题 好的 谢谢 谢谢陈老师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 前不久 湖北警方侦破了一起 涉案金额高达两亿元的 电信诈骗案件 而这一切呢 还要从被害人 刘先生的一个报警电话说起 刘先生是湖北应城人 曾经在武汉工作 2017年7月 因为家里发生变故 他回到了家乡 而他在社交软件上 偶遇的一名网友 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 一个叫默默的 那位好友 然后他时不时地 发一些截图 就是朝外汇的 这个专案金的一个截图 一开始刘先生 并没有理会这个网名叫默默的人 而对方却不厌其烦地 每天都给刘先生发信息 问他要不要跟自己一起赚钱 渐渐地 刘先生开始动摇了 这位网友将刘先生拉进了一个 所谓的投资指导群中 说是跟着群里被称作老师的人 在一个名为中汇国际的网站上 买股指炒外汇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刘先生追悔莫及 发掘被骗的刘先生赶紧报了警 警方接报后 开始对这个名为中汇国际的投资网站 进行调查 我们把这个网站拿到我们网上部门 进行这个资格认证的时候 发现这个网站根本就是虚假的 不要使用的是微信 这个聊天工具 在与我们这个受害人刘博在联系 这个里面一共是 使用到的微信号有三个 这三个微信号的网名 分别是默默 西风还有博书 默默就是一开始 负责引诱刘先生投资的人 而西风和博书 则是投资指导群里 所谓的老师 他们负责指导刘先生 在中汇国际网上进行投资 在查询这个西风这个微信号的时候 发现这个微信号 这个实际注册者是默默 博书这个微信号 它的真实姓名也是一个姓默的男子 然后我们又对这两名姓默的男子 展开过调查 西风的这个默默 它的真实年龄 已经达到80多岁了 是不可能从事这个诈骗活动的 对于另外一名默默 我们发现 他竟然在江西 正在服刑 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条件 两名凡某都不具备作案条件 很明显西风和博书 这两个网络账号 都是盗用他人的身份信息 就是这两个微信号 在同一个时间段 都购买了从广州 到东莞的这个火车票 随后 专案组赶赴广东东莞展开调查 此时 他们又接到了类似的警情 被害人林女士 也通过中汇国际炒外汇 损失了七万多元钱 熟悉的套路再次上演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节发生了 林女士报警后 一位网名叫做奋斗女青年的人 要加被害人林女士为好友 说要退钱给她 对方已经知道我报警了 这边的警官让我稳住 不要慌张 尽力跟他们周旋 原来林女士报警的事被诈骗团伙知道了 而他们之所以联系林女士 并主动表示要退款 就是为了说服她销案 这个下雨的资金代理公司 在提供这个交易名气的时候 不小心告知了这个犯罪嫌疑人 说湖北应证警方正在侦办某某案件 这一情况的发生 使案情变得紧张起来 如果此事打草惊蛇 那么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很有可能迅速逃跑 于是民警让林女士先假装同意销案 稳住犯罪嫌疑人 随后奋斗女青年的账号 退了一万多元钱给林女士 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但此时警方已经顺藤摸瓜 查明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黄某 警方赶往这名居民说的地址 在这个五金商贸城及其周边 展开摸牌走访 你好 外卖 你好 是谁点的外卖 你们挺辛苦的 没事没事 谢谢啊 慢用 在这次潜入调查后 警方确认了涉案诈骗团伙所在的位置 随后通过对黄某的跟踪调查 警方又锁定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王某 并掌握了二人在广州东莞两地的窝点 2018年1月25号 警方组织警力展开了收网行动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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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70多台 微信里面的好友取得联系 然后引诱他们进入平台进行投资 支持他们费钱 那个平台的话是虚构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的话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虚假的平台 然后去招喊客户来进行交易 2019年7月 这起案件在湖北省映城市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 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 3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 9年6个月至3年8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对于网络电信诈骗 相关部门一直保持着高压严打的态势 那不久之前呢 对于一些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严重区域的QQ 微信 支付宝 POSE机等 社交和支付的账户 也采取了封停的措施 但是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之下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连线成立更老师 程老师您好 您好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应该说对于网络诈骗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宣传和教育 就我们热线12就有多次报道 而且相关的平台在监管和惩处力度上 我觉得也是逐步的加强的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屡见不鲜的发生呢 我觉得是这样 一 是我们很多人还是有那些个贪小便宜 或者是说想投机取巧的这样的一种心理 其实无论是网络诈骗 还是日常的传统的诈骗 它的逻辑和道理是一样的 它先寻找那一些个想贪便宜 具有这样潜质的这样一个犯罪的对象 然后给你包装一些产品 然后引你上钩 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让你在这个一步一步的 成为这样一个诈骗的对象 但是呢 今天利用网络之后会有更多的特点 比如报警 比如在查处当中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今天这种惩处力度的加强和平台的配合 能够去看一些行动 能够去监管一些交易 但是对人的意识和思想 确实很难去监控 怎么办 加强宣传教育 要让这样的一种风险意识增强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 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 所以希望你睁大眼睛 提高警惕 关注这样的事情 关注热线12 才会少上当受骗 谢谢程先生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图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是前不久 南京铁路警方破获的一起 制售假票案的现场 那桌子上大家看到有那个黑颜色 像黑板擦一样的东西 其实这就是假火车票的底板 这个案件当中 民警当场缴获了假火车票19张 火车票半成匹1000多张 两名犯罪嫌疑人 尼某和尹某被当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尼某 是一名海归金融硕士 曾经在某金融机构任职 收入还不错 结果他放弃了高薪的工作 转而去支售假票 那对于这件事 我们来听听白宇怎么看 不少人的印象当中 金融专业的毕业生 应该都是数钞票的 但我今天要说的这个 从海外留学归来的 金融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他每天数的却是火车票 而且这些票还都是他自己印的 涂上满桌子的火车票 其实是一道算数题 根据公安民警的介绍 一张底板火车票 大概是一两块钱 卖出去大概是三四十块钱 这几乎就是零成本 犯罪嫌疑人呢 一个月进账是五万块钱左右 咱按一张票他赚三十块钱算 五万除以三十 一个月卖出去的假票 大概是一千六百张 而一列超长版的 复兴号的载客订员 是一千二百八十三人 他这一个月的假票 就能够装满足足 一车半的复兴号 但这除了是一道算数题 它还是一道法制题 金融硕士 恰恰忘了计算 制售假票的 违法犯罪的成本 侥幸赚到的是钱 可赔进去的一定不仅仅是钱 或许还有自由和整个人生 当然不管多高的学历 如果只会算算数题 不会算法制题 从寒窗进铁窗 可能也就不足为奇 对成年人来说 高学历就像人生的加速器 高素养和高能力 却是成长的稳定剂 它能够在关键时刻 帮你踩下刹车 校准方向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 家长和学校更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分数 而忽略了素质教育 人才 先得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然后才可能成为才 高楼大厦平地起 但盖歪了的楼 越高 倒的也一定越快 所以在盖楼之前 别忘了夯实人生的根基 近日 彭莱口岸遭遇强风降温天气 彭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启动了恶劣天气应对预案 为减少恶劣天气 对辖区口岸和靠港船舶 可能带来的损失 彭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启动了恶劣天气应对预案 检查港内货物堆厂加固情况 登轮指导制港船舶加固缆绳 确保在港船舶的安全 同时民警实时向港口企业等 发布台风预警信息 确保服务对象全面掌握台风情况 此外 实行24小时值班机制和定期出巡制度 确保最大限度降低恶劣天气 对口岸安全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进入法治速览 看看全国各地发生了哪些法治事件 近日 在湖北宜昌某高速路段 一辆银色轿车突然变道 将旁边车道上一辆载有五人的面包车 直接撞翻 一名男性乘客为了互助幼儿 面部受伤 幼儿和其他私承人员没有受伤 高速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面包车受损严重 民警调取了轿车的行车记录仪 发现当时驾驶员在与副驾驶乘客聊天 过程中突然醒悟 错过了互通扎道口 由于北规变道 影响了后方车辆正常行驶 造成了本次事故的发生 民警给予轿车驾驶员 罚款五十元的行政处罚 除此之外 受伤男子的医疗费用 和面包车的维修费用 也全部由轿车驾驶员负责 近日云南昆明失信人员罗某 买了张从昆明前往成都的机票 可人还没过安检 就被机场公安给控制了 被带回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后 罗某交代 他知道自己是失信人员 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购票 所以才铤而走险 他让我把这个身份证和护照都发给他 说这次是要用护照出行 然后护照是改了护照号 购买的那个机票 法院工作人员表示 将联合当地公安 对代办渠道进行查处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下面来看一则警方的悬赏通告 广西平祥市公安局 破获了一起特大贩卖毒品案 警方对复案再逃人员梁维猛 公开悬赏通缉 鼓励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提供线索 配合抓获复案再逃人员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发生在福建莆田的一场 紧急救援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